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故事,更何况是娱乐圈这种名利场。 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混,要么争抢同一个资源,要么争抢同一个男友,反正是针尖对卖忙,各种矛盾不断,最终成了死对头。 这啊,这些人却都有一个特点,便是人前装姐妹,人后是仇人,为了维护形象,可没少装亲热,一直是坊间热议的话题。 可是也有些人,甚至连装亲热都懒得装,直接撕破脸,公开和对方互骂,成了一辈子的仇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娱乐圈中的那些死对头。 1.范冰冰和王思聪 本来,范冰冰和王思聪是八肝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因为王思聪的挑衅,两人变成了仇人。 2015年嘎那电影节,范冰冰和张新宇出镜风头,不少网友看过之后,发文嘲讽红毯的女星,称她们为坦星。 随后,王思聪转发了网友的动态,并直接点名两人道坦星某兵某语,除了根本无作品和不会演戏的硬伤,活起来主要靠绯闻水军话题和炒作。 范冰冰看到这个消息后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对在这特别的日子里,也想说一句你找你的爸,我干我的活,我们都算自强不息。 她这边一回应,王思聪更起劲了,毫无节操地回应到恩你盖你的金宝学银家印,之后,范冰冰虽然没有再回应,想必已经在心里骂了王思聪好多遍,两人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现今,范冰冰已经消失于人前,而王思聪也比以往低调了很多,两人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这啊,王思聪得罪的人,可不止范冰冰一个,比如张狼汪小飞母子,戴扰,冯小刚等等,都曾被王思聪对过。 二,田振和纳英,严格上来讲,田振算是纳英的前辈,纳英也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像田振那样的实力歌手才称得上诗歌后,她是我的榜样。 这啊,本是关系和睦的两人,却因为一场颁奖典礼闹得水火不容,甚至到了有你没我的地步。 2001年4月1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流行歌曲榜颁奖礼上,事先,田振就被告知获奖,并且比第二名纳英高出了4000多票。 田振因为档期问题希望可以让别人带领,却被主办方拒绝了,并且表示所有得奖歌手必须到场,否则不予颁奖。 就这样,主办方以为田振不会来,所以就把这个奖项颁给了第二名的纳英。 没想到,田振第二天协调了行程,来到了颁奖现场,可是奖项已经颁给了纳英,主办方只好临时加了一个十大金局奖给田振。 而田振对于主办方的做法非常不满,说了一句这种蒋不灵也罢,便摔下话筒离开了。 其实,说到底这件事是主办方的失误,但是田振在公开场合的做法,却让纳英背上了捡便宜的名头,放在时身上心仪也不会好受。 所以,两人因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直至现在,矛盾已经存在了二十年,再也无法调和。 3.刘涛和蒋新 2003年,蒋新和刘涛共同参演了天龙八部,两人结缘,成为了好姐妹。 后来在拍摄《欢乐颂》第一集期间,刘涛和蒋新的关系更是好到了极点,用如胶四期来形容都毫不过分。 这啊,2017年1月,卓伟身边人蒙面的董哥爆料称著名人妻陪睡制片人,还和已婚男主打野战。 结合其他的一些爆料内容可以看出,这些事情的矛头全都指向了刘涛。 而这时,刘涛本人并没有出面回应,蒋新却急着帮刘涛出来认领了。 蒋新发文表示说话得负责任,还自己评论道伤害我姐妹儿就是伤害我。 明明刘涛采取了冷处理,反正发文的人也没有明确指向,但蒋新却好心办坏事,帮刘涛认下了这笔烂账,真是尴尬到不行。 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僵了。 到后来,蒋新更是疑似单方面取关了刘涛,其微薄裂表中能够找到其他三美的痕迹,唯独不见刘涛的名字。 现今,刘涛和蒋新再也没有互动,说白了,就是蒋新的情商太低,大大咧咧地说话,最容易得罪人,所以刘涛才选择了远离。 四,霍思燕和黄毅,这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出道时间也很接近,就连风格也颇为雷同,在资源上有些冲突也在所难免。 这,2011年10月,霍思燕突然在网上发文,大骂某女星贪慕虚荣,撒谎愚蠢,网友们闻风而动,纷纷猜测他针对的是谁。 很显然,霍思燕火气很大,压根忍不住,直接点名公开怒思黄毅,双方的粉丝尴尬到了极点。 面对霍思燕的辱骂,黄毅没有回应,表示会交给律师处理。 后来,有人爆料,两人之所以翻脸,是因为黄毅的前夫江凯。 2009年,黄毅和江凯闪婚,但不到半年,两人就火速闪离,让一众吃瓜群众纳闷不已。 他们离婚后,就有媒体爆料,黄毅和江凯离婚,是因为霍思燕的介入,但霍思燕一方一直在否认,说压根不认识脑满肠肥的江凯。 随后,霍思燕受到水军的辱骂,每当黄毅有新剧的时候,水军便开始骂霍思燕是小三。 起初,霍思燕置之不理,但时间久了,实在忍无可忍,开始反攻黄毅,说她颠倒黑白,谎话连篇。 而黄毅则更过分,和黄毅清谈恋爱之后,直接让黄毅清下场撕霍思燕,而且骂得非常难听,简直是不堪入耳。 霍思燕到底有没有当小三,这件事不得而知,但是,两人的口碑都因为这场骂战,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两位,至今还是势如水火,现今已经恨了对方12年,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和好了。 5. 林心如、周杰 在《还珠格格》中,两人虽是眼情侣,却在戏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还珠格格》播出后,林心如离夜走红,她也因此受到了许多综艺节目的邀请。 2004年,林心如受邀做客康熙来了,面对主持人的采访,林心如爆出了一个大瓜周杰在拍戏时曾经舍吻她,给她留下了很重的心理阴影。 而另一边,周杰则是矢口否认,她表示,如果当年我真的强行舍吻她,她为什么不在当场提出抗议,难道现场工作人员和导演都是我的亲戚? 撤啊,舆论并没有站在周杰这边,甚至网友们开始对她口诛笔伐,把她打为了好色之徒。 此后,周杰的口碑也降到了冰点,渐渐消失于人前,撤啊,人家并没有气馁,只是去了东北,承包了数千亩地,用来种植有机大米。 对于一名演员来说,被迫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无疑是巨大的痛苦,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林心如的一句话。 虽然周杰表示已经放下了所有,但那十几年的伤害却始终存在,两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和好。 6.张绍涵、范伟奇 张绍涵和范伟奇都是福茂旗下的女星,公司把她跟范伟奇捆绑为姐妹花人设,一起赶通告,参加综艺节目,就连演唱会请的嘉宾,基本上都是范伟奇。 借着这股势头,张绍涵的人气稳步上升,成为了季范伟奇之后的另一张王牌。 这两位亲如姐妹的女星,最后也落得反目成仇的下场。 2008年,张绍涵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她的父母却把她推向了深渊,两人出面指责她稀释违禁品和酗酒,还对父母态度恶劣。 张绍涵一时之间被谦夫所指,虽然她极力辩解,但是舆论的力量让她难以招架,这时,她能信任的只有自己的好姐姐范伟奇。 谁承想,范伟奇此时选择落井下石,轻信了媒体的言论,在社交平台上谴责张绍涵的恶行,同时还抢走了张绍涵的广告代言。 之后,范伟奇更是抢走了张绍涵身边的助理,让她成为了自己老公的经纪人。 接连遭遇背叛,张绍涵的心态几乎崩溃,她和范伟奇也因此结仇。 后来两人同台演唱时,一个台上一个台下,相隔了很远的距离,像是谁都不认识谁。 据爆料,范伟奇结婚的时候,张绍涵据收了她送出的喜饼,直接把快递原路送回。 曾经亲如姐妹的两人闹到这个地步,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7.郭德纲、曹云金 郭德纲和曹云金的恩怨,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作为郭德纲曾经的爱徒,曹云金颇受器重,但她却在得云社最难的时候选择退出,让郭德纲措手不及。 2002年,曹云金拜师郭德纲,从此踏入了相省界,当时郭德纲还没有出名,对于天赋一禀的曹云金也是亲囊相守。 几年之后,郭德纲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德云社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几乎场场爆满。 曹云金这个元老级别的弟子,自然受到了郭德纲的力捧,成为了德云社的头牌。 这儿,红了之后的曹云金却越来越膨胀,甚至郭德纲生日当天大闹宴席。 事后,郭德纲并没有为难她,但是她却突然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要退出德云社。 从那以后,郭德纲清理门户,而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停止过。 2016年9月,曹云金在社交平台发表六千字长文,控诉郭德纲的九宗罪。 而郭德纲则是见招拆招,把曹云金列举的势力一一驳回,到了这里,明眼人都能看出两人到底谁对谁错了。 这儿,曹云金非但没有悔改反而越来越张狂,他曾在节目中公开吐槽郭德纲,表示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就是送他去见上帝。 如此狂妄的话语,也引来了广大网友的不满,曹云金的名声也因此越来越臭。 卓间,郭德纲和德云社如日中天,而曹云金却几乎销声匿迹,两人到底谁是胜利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七对明星之间的恩怨却难以调和,有的甚至恨了对方二十年。 说到底明星也是人,他们也有情绪,一旦对方的做法越过了底线,那么反目成仇也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心理的结却难以解开,互不打扰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